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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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一輝 歡迎收看時間作手 舊統跟各位分享一樣 不管坐票也好 坐旗子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 一定要有領先 而且可以實戰新技術 舊統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的 當他們擁有新金流觀念的同時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 死爆活爆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有 滿手踏勞股票遺憾 只要跟著 新金流觀念 用最踏實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來 很自然的就可以創造出 比不要更不要獲利 但是 很多朋友股票 為什麼會做得很辛苦 因為過去 你跟著市場當中的分析師去做 常常會發現 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因為股票總是包上包下 等上漲 不敢百分之間進出 加上 持股過於分散 凹單不停損 會多不給控的結果 都是造成資金運用 沒有效率的原因 同樣的 過去用的軟體 為什麼沒有幫自己賺錢 因為你用的 不是原創系統 所以沒有辦法真正的實戰 有太多的參數 模組 周期 全部要讓貨人自己猜 甚至呢 選股出來的支數 模組還會太多 還是要留後的訊息去輔助判斷 最重要的 買賣點 常常會慢半拍 沒有辦法完全做到單一 而且精確的買賣點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所有的會員 都一定 會用我本人手機的號碼 而且 我百分之間可以做到 價格、誠信、博價 而其他的分析師或系統 為什麼做不到呢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個分析師或系統 可以長期幫客戶 穩定獲利的同時 何必躲在業務助理背後 甚至 每天在節目當中 新火座過度行銷打折 還叫贈送資料不是嗎 而當你擁有 時間做手的同時 你已經掌握住一個 非常大的優勢了 因為這個系統呢 百分之百 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 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 工程師 這市場當中 其他軟體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 獲利金卻顯示 進場 停損停利 上個價位一次個個位 我堅持只賺最好賺的 因為資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 每一筆大的進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百 多空能雙向 獲利自然就加倍 就同你說 眼鏡有平衡的事實 也就同每天 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 金流是一樣的 跟著新金融官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檔股票就夠了 而且 每一筆大的進出 一定 都是百分之百 一定是百分之百 買檔 一定要百分之百 賣掉一檔之後 超前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來 從3月8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100萬 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穿出 324萬的利潤了 而你1000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 不是也幫自己穿出 3240萬的利潤 但是 再回過頭來想一次 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在過去 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 還在用 不能是在軟體 幫助自己抄股票 到底幫自己穿出 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 就像我在節目當中 非常要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一條路 如果一路走來 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時候 此時刻 就該換一條路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喔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4月7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100萬 賺了26.9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融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政要報酬 7號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全普這項票 賺他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發生 4月7號 也就在這一天喔 系統告訴我們 把錢給他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全普這項票 賺他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表現台 短短的一天兩天 你的100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10萬的利落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啊 堅持賺他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4月8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 100萬 賺了10萬 系統告訴我們 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得賣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大家當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爆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讓大賺被小賺遺憾 又再次發生 膽子 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遺憾不但不會發生 反而可以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我們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4月8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100萬 賺了10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因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政要報酬 問題是 8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股票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縮 回到8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 一件選股多 一樣資金選股 3秒鐘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 東撿這項票 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發生 8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錢人發賺的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 東撿這項票 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瞅瞅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 坐在腳上面那邊 短短的三天兩頭 你的100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15.7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項股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2號這一天 這項股票 100萬 賺了15.7萬 系統告訴我們 已經賺完 最好賺一段 所以 挑開高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大項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手 你不要賣 你捨不得賣 爆到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讓大項股票 小賺一段 又再次發生 膽子 當你擁有 新金牛的觀念 遺憾不但不會發生 反而 可以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我們可以 接著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2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100萬 賺了15.7萬 系統告訴我們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蛋 接著換股票 要報酬 問題是 12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股票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縮 回到12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鍵選股多 一樣資金選股 3秒鐘時間 先 先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 折顧這張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發生 12號 也就在這一天 這張股票 這張股票 是這個道理 一樣 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4月21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一百萬 賺了68.4萬 這個動作 然後 先就說 這個動作 其實這個動作 是這個動作 我們要說 不斷發生 這張股票 這張股票 也可以說 這張股票 胆子 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1號這一天 這張股票100萬 賺了68.4萬 系統告訴我們建議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問題是21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再換到 什麼樣貨在身上 很簡單 還是交給時間做手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21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鍵選股多 一樣資金選股 3秒鐘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大將這張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坐在較上面的便宰 短短的六到七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五十二點六萬的利潤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也就在什麼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五個金流而已 事實上從3月31號到今天 二十個交易的時間 你的一百萬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刷出一百七十三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一千萬呢 也已經幫自己刷出一千七百三十萬的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是用過去 死報活報的方式做股票嗎 還是用過去不能實在軟體 幫助自己操股票嗎 也就在節目當中所看到的 為什麼我所有操作 一定要堅持只賺最好賺一段 很簡單 因為當我們操作 可以堅持只賺最好賺一段的同時 可以大幅度的降低風險 而提高勝率 操作做到最後不要像過去 常常會有大賺變小賺 或小賺變淘有遺憾 那就可惜了 同樣的 為什麼要堅持只賺最好賺一段 因為我要快速提升獲得效率 當然也不要像老派投資官一樣 總是消極的死報把等股票上漲 非常浪費時間 更重要的 為什麼要堅持只賺最好賺一段 如果讓我們操作完全安心跟放心 就像我在節目當中 才會跟各位分享的 股票絕對不是買來等的 更不是買來被套牢的 而跟著誰去做 要用去做很簡單 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之金 集中操作單等股票 加上嚴格風險控管 更領先市場買賣點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 把財富快速累積起來 很多的朋友股票為什麼會做得很辛苦 因為老派投資觀念總是告訴各位 買一當股票死報報到最後 就會賺得到錢 但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各位好好去想一下 手上為什麼滿滿的股票 沒有辦法幫各位賺到錢 是不是因為死報報的原因 常常報到最後大賺變小賺 小賺變大遺憾不斷地發生 事實上在目前的操作 應該要完全做到 敢買敢賣敢換股 事實上操作的重點應該在於 能不能掌握住 每一檔股票最好賺的買點 跟最好賺的賣點 所以好想想 過去呢 股票你常常會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很辛苦 要不然買進之後 就直接先套 然後要等個解套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地方根本就不是買點 不是嗎 甚至要等到大漲一段之後 再幫別人抬轎 你所承受的風險當然也會很高 但是跟著時間做交易同 要完全做到精準的買點 我們要掌握的就是 每個階段 唯一一個最好賺的買點 就像這一檔股票 在這一天 我看到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絕對是 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 既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所有客戶在有沒有這一天 這個做法 百分之間買界 讓好事很讚發生 同樣的 每一檔股票 每一檔股票 都是一樣道理 所以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特別強烈的檔股票 用掌勢賺錢辦法 他們擁有賺錢辦法的同時 每一檔股票 都必須要幫他們賺錢 包括這檔股票也是一樣的 一起來看 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我同樣看到的是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絕對是這個階段以來 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 我所有客戶在這天 一樣 百分之間買界 那好事很讚發生 也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為什麼我們的買點 可以買到這麼精準 這就是時間做交易桶 獨特技術 而且我所有客戶 任何一檔股票的買點 你跟我看到一定是一模一樣的 不會早一天 不會晚一天 因為我的系統 是完全沒有參數可以改 所以所有客戶看到 都是一樣的道理 同樣的 很多投票會做股票 會做辛苦的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股票常常沒有辦法 分清楚多空方向 因為老派投資觀念 常常告訴各位 一檔股票死爆爆到最後 會賺個一倍兩倍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當一檔股票你 站在不對方向的時候 爆錯方向的時候 爆越久的結果是什麼 會跌越深 又會套越多 所以事實上在行情的走勢當中 包括股票走勢當中 一定有漲也會有跌 不會天天上漲 也不會天天下跌 但是你如何分清楚多空的方向 這是很重要的 就從這檔股票 在這一天我看到事實 周線走空的股票 我們只找第一根綠色虛線出來的位置 而這個地方 就這個階段以來 最後的賣點也是最好的空點 所以不管這檔股票跌得多深 只要它趨勢沒有反轉之前 不要去搶任何反彈 一搶一定受傷 然後呢 越爆的結果是什麼 你會越掏越深 最後就會非常辛苦 但是跟著實現做交通很簡單 方向不但不會做錯 不會受傷 還可以積結去賺它空頭 最好賺這一段 所以究竟在節目當中 會跟各位分享的 事實上沒有什麼行情 是不能賺錢的 只是去檢視一下 手上 你有沒有擁有正確的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實 當我們擁有賺錢辦法的同時 當我們擁有正確辦法的同時 不管行情這怎麼變化 不管這個行情是漲還是底 你的財富還是可以很穩健的 持續一直累積起來 而不是每次到行情大跌或震盪的時候 我手上就開始 股票一直一直套牢了 也就從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的 我永遠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會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 想要跟著 心機能有觀念 穿出比標跟比標獲利 事實上並不難 你現在牽涉的只是一個 親身體會 領先實戰心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修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這次您可以擁有高品質的六大保證 這次您可以選擇 有實力的分析師 有實力的系統 讓幸福的事每天發生 02-2389-8029 02-2389-8029 您需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您需要积極地創造獲利 請把考古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389-8029 02-2389-8029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來到現場 這次我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他們擁有時間做手機做旗子的同時 正只有一口單百分百當充 我們從完完全全沒有流暢壓力 我們可以讓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同這個地方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賺赔加總結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臺子04一個月過去了 電量的贊這麼多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2653點 05呢7天過去了 正這麼多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湯可以振769点 当然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好事一样再次发生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两笔 对两笔 一口湯可以振55点 胆质 很多的朋友过去 也跟很多老师 甚至软体来报道指数 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来起来 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 没有办法施展的工具 你遇到攀成盘会被多用双杀 市价追单有严重滑溅问题 进场之前没有办法先把停损停力先规划 所以操作常常会慢半拍 甚至买卖点的讯号会消失 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 全部要让混迹拆 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同时 在进场当下 系统就可以立即不确显示 进场停损停力 三个价位一次的各位 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重 全数定价百分之百 没有滑溅问题 每一天每一笔 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时 赚着赔的 我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 没有参数可以设 这个模组简单明确 全部不用客户自己猜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两笔对两笔 一口当重可以振55点 今天第一笔加讯号在8.55分的时候 是一个延续盘不同步反向做控讯号 那为什么不做 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进场之前 会先知道进场停损停列位置 如果先来到停力满足点的同时 当然不会去做它 必须要等待下个机会 也就在这个地方 收上不同步K线 反向做多讯号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 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第一根K线是一个不同步K线 所以第二根K线收盘收定的时候 收上不同步K线的高点 必须要反向做多 因此收盘收定 设收盘价 也就是16601去做多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下一根K线最低来到哪里 最低来到16566 所以定价百分之百 全部穿在成交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中班各位规划的压力区 一口袋正32点 记得先帮他发口袋 再等今天第二个机会 今天有没有第二个机会 有在哪里 在这里 它是一个趋势盘同步做框讯号 还是一样 一起来看系统 就同你所看到的 当行情找到这个位置 本来在灰色线上 变到灰色线下 线上变线下转折 线下是预设的 所以同步做空 所以收盘收定 一样是设收盘价 也就是1655 50去放空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现在跟K线最高来到哪里 最后来到16560 所以定价 当然百分之百 全部穿在成交 相同的 也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中班各位规划的支撑区 一口袋正23点 记得再帮他发一口袋 这种在节目当中 才跟各位分享的 他们拥有领先实战 新技术的同时 好事自然 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头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